這時候 結鬥開始 Toys 交喘一聲 倒在了超哥的懷裡 影片中 我有兩個非常困惑的點 第一個 我要罵的就是攝影師 你要嘛直播就錄好錄滿 要嘛你就去幫忙 兩個都做不好 到底在幹嘛啊 那影片第二個點就是 我很好奇啦 打架而已嘛 那女生尖叫的也太誇張了吧 不要 不要我噴到你 我救救你不要 啊啊啊啊啊啊 沒看到畫面我以為 Toys S啦 蛤 大家可能會有個疑問 你想說 欸為什麼椅子拳擊明明練得不錯啊 為什麼 真的是超哥打架還舒服 那其實我在這邊給大家的概念 接鬥 誰先攻擊 誰先打出那第一拳 其實是 佔有非常非常巨大的遊戲 因為你第一拳 最容易可以打懵對手 最容易造成傷害的攻擊 就是你還沒有準備好 還沒有搞不清你狀況 遭受到的攻擊 所以我們也可以從這邊看到 你覺得臉那時候 被打的當下是 整個人認知 整個人有點懵掉 你知道嗎 日前的超乙大戰 震驚社會 幾乎佔據了各大新聞的版面 有很多人 疑惑Toys之前不是練過格鬥 怎麼會這麼快速就落敗 而與Toys一樣曾經參加 拳上的現役拳擊教練尼克星 也在YG頻道上分享這場 超乙大戰的評論與解析 我來為大家分析一下這場街鬥雙方都能做更好的地方 以及究竟誰對誰錯事情的來龍去賣是真是假 都由阿欣來為您做報導 Toys去了超哥新開幕的一家海鮮餐廳 叫做超甲族裡面吃飯直播 超哥面前評論了上來的所有餐點 簡單來說就是魚很好吃但是醋飯非常難吃 飯桌上兩個人已經互相抬槓 彼此的火藥味很重 由於Toys來的時候帶了一個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好像是他的義子 兩人協議不要在餐廳裡面吵 不要講去門口講 結帳走的人在門口談話的時候 超哥說了他覺得都是華人 沒有必要這樣子講話 那時候Toys反擊他說 假如今天是一個美國人來吃 那你們還會這樣子嗎 紅鐘是不是 接著超哥李志倩斷裂 揮出一記左勾拳 開始大大出手 接下來我來帶大家看一下整場街鬥 以及我的講評分析 這時候街鬥開始 Toys 嬌喘醫生 倒在了超哥的懷孕 影片中我有兩個非常困惑的點 第一個我要罵的就是攝影師 你要嘛直播就錄好錄滿 要嘛你就去幫忙 兩個都做不好 到底在幹嘛啊 你錄也不錄 然後幫忙的時候說 不要這樣啦 拜託不要這樣啦 我要叫警察囉 不是 你第一時間應該過去 直接把超哥拉開 你到底在幹嘛啊 但也不怪他啦 可能是缺乏這方面的經驗 所以看到其實是 認住了你知道嗎 那影片第二個點就是 我很好奇啦 打架而已嘛 那女生尖叫的也太誇張了吧 不要 不要 我判斷你 我要求助你 不要 啊 沒看到畫面 我以為ToysS啦 那我們這個回到正題 以我看 超哥這樣子的動作 還有他的一些策略 也肯定的是 超哥他是有一定的接鬥經驗 雖然超哥不會正確的出拳 但他做的很不錯的一點就是 他很會去控制Toys的重心 所以大家其實有觀察到他們在接鬥的畫面 超哥出拳的時候 出完拳 打中 都是全部收回來了 順勢 影響他的重心 控制他的方位 讓他站不穩 不管是 左勾拳 或是右勾拳都一樣 這樣子他會讓Toys沒有好的重心 去做反擊或是出拳 再來就是他會去抓他的衣服 去遮擋掉Toys的視線 其實這個脫衣服的動作 不只遮擋掉Toys的視線 也順勢的影響他的行動 因為衣服這個 雖然是有彈性 但是還是會限制你的活動弧度 在Toys衣服半脫的狀況下 他其實這個方式 他也沒有辦法去做攻擊 但是超哥呢 也有他可以吐槽的點 吐槽的點就是 已經站那麼近了 你的勾拳進了還打不中他 這麼近了還打不準 這點是讓我很疑惑的一點 因為其實只要正確的出拳 一拳 就可以讓椅子 失去戰鬥的能力 倒下來了 也不用做後面那麼多動作了 為什麼超哥站那麼近 拳還打不準呢 是因為他眼睛有問題 是因為他揮出來的拳 是很道地的王八拳 讓他拉開的動作弧度很大 相對來說也會讓你的準度更便宜 再來打擊到的位置 是掌心這塊的位置 所以大家可以看影片 他其實接觸到Toys的部位 是這塊 攻擊面不夠集中 只要改變一點點小的細節 你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在你揮出這種拳的過程中 把你的手肘 抬起來 剛剛是這塊接觸 現在接觸面 是這塊 食指 和中指的指節 做為你的攻擊面 這樣子 就是一個成功的出拳 只要超哥 能夠改變這一點點小的細節 手都抬起來 一拳 椅子就會馬上的 失去戰鬥能力 甚至失去意識 後椅子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就是 他的警覺性太差了 站姿很明顯是沒有預備好會被打的站姿 你可以看到他影片中是這樣子站的 腳站平行 然後整個人站得非常的直 這樣子也是最容易被影響重心的姿勢 其實我真的和一個和我有敵意的人在吵架或是溝通的時候 我的腳一定是一拳以後的站好 隨時準備好讓我去做出拳的動作 像那時候拳下來小房間 李律生拍桌 說 我X你 要衝過來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就已經腳一拳以後站好 我已經在等他衝過來的時候我要出拳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超哥有一拳揮空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椅子已經準備好 站好姿勢了 他已經穩住重心 甚至架式已經拿起來了 揮空那一瞬間 就要馬上反擊了 你幼子拳打進去一定比他還要快 因為他的拳是會拉的嘛 打進去可以瞬間阻斷他的攻擊 你發力對的話也可以直接結束掉他 超哥其實在要出拳的時候 他已經有這個動作了 應該就要察覺到了你知道嗎 那椅子還不知道還在這邊繼續講 有那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你馬上就要距離取開了 那手可能就要拿起來了 準備好做攻擊 準備好要出拳 那我在這邊順便教大家怎麼樣判斷一個人要攻擊 通常要攻擊前你那個臉子會變 哪裡可以透露出這個訊息 就是你的眼睛 眼睛如果突然從正常的這樣 變成這樣 那時候對方攻擊你的機會就會非常的高 大家可能會有個疑問就想說 欸為什麼椅子拳擊名義練得不錯啊 你怎麼跟超哥打架還輸 那其實我在這邊給大家一個概念 街鬥誰先攻擊 誰先打出那第一拳 其實是佔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優勢 因為你第一拳最容易可以打懵對手 最容易造成傷害的攻擊 就是你還沒有準備好 你還搞不清楚狀況遭受到的攻擊 所以我們也可以從這邊看到椅子的臉 那時候被打的當下是整個人忍住 整個人有點懵掉了 你知道嗎 這時候公道博就要來拚拚禮了 那這整件事情就請裡面來說 是超哥的不對啦 只要動手就是不對 你動手你不用講什麼屁話 你就是先輸啦 做餐飲是服務業 是可受公平的 在餐廳以外你們是仇人 但他今天上了你們餐廳吃飯 他就是顧客 本來每個人的口味都不同 那我們推到一萬步來說 就算他今天是帶有惡意的批評 但因為批評就接受不了 而奮而動手 那確實情商很不到位 也過於衝動 這邊我也要站在超哥的角度說句話 超哥這個人看起來就很愛面子 再加上積怨已久 之前就被你搞了一次 那現在新開的餐廳 你又在我面前批評我的菜 新仇加上舊恨 假如今天我遇到了一個 我的仇人在我面前嘴囚 我也會很賭 但是超哥 有小孩子在場啊 你身為大人 在小孩面前做了一個最不好的示範 就算在你面前這個人他很討厭 他人品很差 他沒有道德底線 但也不代表你有傷害他人的權利 其實也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就是 Toys為什麼不還手 這邊我分析了幾個可能 第一個就是他認住了 但是我覺得不太可能 畢竟他有拳擊的底子 就算只是練幾個月而已 我想反射神經應該不至於 讓他只會被動的挨打 第二個是知道 現場可能都是超哥的人 覺得人多打不贏 也有可能是 顧忌超哥背後的視力 第三個是我認為最有可能 就是知道現在整個畫面 正在被直播 對於自己後續的風向 最有優勢的舉動 就是不還手 最後一個 就是在演戲 其實我原本最先看到新聞的時候 是朋友告訴我的 那時候我其實覺得 一定是演的 Toys又來這套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 他們在飯桌上面的一番唇槍舌戰 我可以透過他們聊的內容 看超哥的臉色看得出來 他其實還是很在意 Toys批評他們家的菜 也還是很介意之前的炸雞事件 超哥認為你作為華人 應該要留一點口德給店家 但是Toys認為你不要把你的標準放在我身上 最後超哥上樓前對Toys講了一句話 說 你真的很 那個語氣 那個嫌惡 那個厭惡的表情 憤怒只不像是演 再來還有一個不像演的關鍵 就是Toys有帶小朋友來 帶小朋友來的用意 我覺得就是預防被打 覺得有小朋友帶超哥可能會 盡量的忍住自己的情緒 結果沒想到還是破功啦 如果是演的沒有必要帶小朋友來 再來以我對超哥的觀察 他應該也是那種比較真性情的人 那有多真呢 那大概跟乃哥差不多真 我錯了嗎 最後這部影片的觀看數破50萬的話 我尼克欣在這邊正式宣布 我親自去吃超甲煮海鮮餐廳 我正式約站超甲煮 因為你餐廳那麼好 顧客吃飽你還送他一頓春飽 那我真的也看不下去了 以我有話直說的個性 一定是有依說依 難吃我就說難吃 讓我繼承椅子的一致 讓新世代的公道伯阿翔來評斷一下 到底是椅子刻意針對 還是單純超哥的情商太差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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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口